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高市环保局左查获许姓业者偷到废油污染点报锡上游,除了将业者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法办,今在依废清法重罚业者600万元,严厉谴责故意污染和川行为,并要求业者清理环境。 环保局表示,许姓业者左凌晨与大社区加成鲁国道10号出口附近水沟偷到废油污染点报锡上游之流,并经当场查获。 许南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法办。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36条规定,事业废弃物的住存、清除或处理方法及设施,应符合中央主管机关之规定。 许姓业者卫一规定住存有害事业废弃物而使用塑胶容器装剩并任意气质,不符合住存、清除或处理方法及设施标准的规定。 环保局表示,行为人具不提供来源,且所排放的废油,值1.5小于2.0,属于有害事业废弃物,对环境影响很大。 市府依废弃物清理法第53条规定除以600万元罚款,并要求业者清理环境。